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在這個三角形ABC中 這個AB是5 VC是7 這個AC也是等於9 那D是AC上了一點 而且VD也是5 所以這個等於要三角形 那麼他要問說 AD 比上這個 DC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這是一個等於要三角形 那我現在做垂線 那做垂線 他會平穩這個等於要三角形 那我如果假設這個叫X的話 那這個也會是等於X 2X 我假設這個叫Y 那這樣2X加Y 就等於9 2X加Y 等於9 那我現在要算什麼呢 算2X 這個就是2X比Y 就AD比DC 這是2X比3Y 要問這個 好那我們再建議方程是 這個VH這個高 根據那個B式定理 VH 等於多少呢 VH平方 等於5的平方 減X平方 5平方 減X平方 也會等於多少呢 也會等於7的平方 減X加Y的平方 7的平方 減掉X 加Y的平方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把它移過去變正 就X 加Y的平方 減X的平方 等於多少 我把5移過來 5平方移過來 就7平方 減5平方 那A平方整B平方 7減5是2 7加5是12 所以這是24 那這個 A平方整B平的話 這個多少 這個減這個就是Y 這個加2X 2X加Y 那這是等於9 那所以我就曉得 這是等於9 所以Y就等於多少 9分之24 比例要3 3 3得9 3 8 24 好那Y等於3分之8的話 那X等於多少 X 這等於9 減Y Y是3分之8 那X 那X2 2 2出過來 這樣等於多少呢 2分之27 27 27減8 9 9 是9 這是3分之49 3分之49 所以是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所以2X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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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比上DC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3-19 比上3-8 所以是等於19比8 所以答案是19比8